小心端午变盘 往上变还是往下变呢 10万订阅就差你一个 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Kathy 让我们欢迎轮源投顾的王春胜老师 大家好 今天台股上演多空交战 除能概念好像又重新受宠了 那老师有没有推荐什么个股值得我们留意呢 好我们先说一下今天台股过了一点以后 指数是不是急 最主要是今天台股要结算 期货的部分结算 那资金的部分呢 大家想想今天是什么日子 夏至 那夏至过后是不是天气越来越热 要不要开冷气 用电是不是越来越高 那接下来除能概念股是不是要上来了 好那我们今天来讲几档 除能概念股的给投资朋友 第一档 1503的试电 那最主要是台电工程 那它除了除能之外 它也是碳权的概念股 那台电的部分呢 它是主要是强热电网 那我们看一下 它基本资料的话 5月份营收25亿 跟去年比起来成长9% 那今年第一季的获利呢 1.52块 是成长一成 那去年 全年度呢 赚12.58 成长12%的 那大家想一下 下礼拜 之后 我们端午回来之后 天气越来越更热了 那更热的话 老师之前在节目中有跟大家讲 台湾的 再生能源政策里面 你看现在再生能源 是不是占全部发电的30% 那30%里面的七成是太阳能 那如果天气不好 风吹日晒 整个下来的话 只要不能发电 是不是有缺电危机 而且强热电网到现在还没完成啊 对不对 所以确定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只要一缺电 风吹草动一动 这些除能概念股 就开始一飞充电了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档哦 1513的中心电 除了重电工程之外 他同样也有探权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外资在这一档 从6月14到6月20 他买了多少 买了4.39% 股本的4.39% 所以他等于说 一个礼拜之内 一直重压一直在买 所以你看 他是不是前几天有急辣 之后就在整理 对不对 那大家想一下 外资感这么重压 必然他们也是看好后市嘛 他干嘛这个时间点 在中压呢 那5月的营收的部分的话 来到18.6亿 成长32% 那今年第一季啊 赚1.56块 成长三成啦 去年的话 赚5.21块 也是成长两成四啊 那现在股票 你看 昨天他创高了 138块 对不对 那今天啊 小涨0.5块 下礼拜非常有机会 再突破138 那我们看下一档 1519的华晨 那他变压器 配电盘 除了探权 他都是啊 接下来 大家知道 探权交易所 7月份即将成立 对不对 他又要来 然后缺电 又有他 对不对 那前两天 我们看一下 他最高来到多少 172块 那今天呢 163.5 但是盘中来到166 很快差6块钱 不到一根涨停板而已 就直接过高 那他 在手订单的部分 已经多少了 突破百亿了 而且订单能见度 有的长达三年 那今年 5月份啊 营收来到6.1亿啊 跟去年比较 虽退1%而已 那第一季 获利0.79块 由亏转盈 去年亏损 今年赚钱 那去年全年度呢 赚3.2 成长多少 1.89倍啊 对不对 那这支股票 是不是也是非常好 而且 我们在前面看 他都已经有 休息一段时间了 所以准备要开始了 好 那我们再看 1529的热氏绿能 那他最主要是卖电 他自己有自己的电厂 对吧 太阳能电厂 下半年要完工 继续发电 那他总 营收里面 现在至少三成是售电的收入 那台电变压器标案 下半年也陆陆续续在出货 我们看5月营收虽然只有0.3亿 对不对 嗯 衰退了2% 但是我们看第一季 他就说赚了0.32 跟去年平年 全年度0.31 他已经赚赢去年度全年度了 那下半年你看太阳能电厂完工 开始并联 那台电变压器开始出货 你想他会不会更好 而且你看了 三天前股价来到45.1 创新高 那今天一样在高档整理 还是有机会在下礼拜再创高了 好 我们来看大同百年老店 大家都知道大同店国委 事实上他还有配电盘 他就是除能概念股 同样他也有一点电动车 那今天股价创了26年的新高 最主要是你看一下 大户6月9号到6月17之间 买了2.2万张 对不对 而且营收多少 340而已 成长12% 那低季呢 赚2.66 14% 对不对 成长 那EPS去年成长多少 22% 那代表什么 本业开始转好 而且他还有不动产 在土城大同专园 一期二期三期 一期已经交了 二期三期 还在盖 也还在卖预售物的部分 你看今天股价创新高 下礼拜创新高积累 就是非常高 谢谢王老师精彩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财经相关的消息 记得加入老师的群组哦 那财经急诊室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